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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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心 小心 是吗 是这样 对 倒要放平 倒要放平 再开过来 要开到尾巴 肉厚的地方要开尾巴 肉厚的地方要开尾巴 可是我实在不敢再往里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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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鸡鱼 人家是这样皮的 一般人都是这么一刀一刀 为什么呢 这样一受热 就鸡起来 容易碎 肉容易碎 鸡鱼肉非常嫩 三层 这一层 中间一层 下面一层 现在的话三层 受热均匀 成熟同时成熟 好 现在鱼已经 片了两刀了 那么 那现在我们需要来 把这个鱼 先煎一下 先煎一下 这个 对对对对 等一下等一下 正想无下 想问一个问题 王师傅 在遇到您之前 今天我在家里煎鱼 从来没有说 那个鱼皮两面完整过 最多最好的成绩 也就是有一面比较完整 这个窍门 你要交给我 那煎鱼一定要乐锅 热锅热油 热锅热油 这样的话 鱼饭要吃一下子就 其实表皮都说 哎 不会这样过 你手按三层 你看 现在感觉到 这个温度明显成高 可以放油了 可以 要放多一点吗 早一点 你说平我就平 够了 够了 油温大概是到多少了 对啊 油温七层 好 现在鱼可以下锅了 这个鱼大概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这个鱼煎到这个肉发白 能看见吗 就是刚才开的这个口这个地方 稍微打开看看 这个肉已经有一点发白了 哇 大家看啊 这个已经面有一点焦黄了 鱼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结实 加料酒 加料酒 哦 现在就要放这个料是吗 对 绍兴老酒 这个要用小葱是吗 对 如果用北方的 绑起来 这么大一块 再加开水 为什么要加开水 我们加做奶水不行吗 开水 它保持的那个汤汁烧浓 比较快 烧浓比较快 假如冷水一接的话 这个鱼肉来收缩了 鱼肉它马上就预冷 就收缩了 预冷收缩 哦 这明白 王师傅啊 这不就盖上盖子了 为什么那蛤蜊不搁进去啊 蛤蜊不能放过去 为什么 因为蛤蜊的肉质很鲜 很鲜呢 放在里面一桌 老了 它就缩了 吃不了 我缩呢 然后这样大概用大火呢 还是动过 大火烧15分钟 大火一直烧15分钟 跑浓 哦 跑浓 这是你们专业术语是吗 跑浓 就是说这个汤汁会变得非常的香浓 看看 光这鲫鱼的处理方法 就有这么多的门道 看来 要想做出美味佳肴 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鲫鱼处理好了 那么蛤蜊该怎么处理呢 平常我们在做这种贝壳类的这种水餐品的时候呢 往往会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 有的时候老是觉得里面的泥沙清不干净 像这么大的蛤蜊 我们该怎么来避免这个问题呀 我们一般的话 这么大的蛤蜊的话 我们一般用清水 饿氧的量 饿氧两天 把它的泥沙自然地涂出来 噢 坐在清水里面它就会涂出来吗 好的 现在水开了 下锅 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它壳打开 它壳焯个两分钟吧 焯个两分钟左右 好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蛤蜊 现在这个已经已经张开口了 开了 非常的漂亮 好像这个蛤蜊这个壳上还带点淡淡的紫色 蛤蜊焯好以后 我们在锅中倒入水 烧开之后加入少许的油 把切好的菜心稍微的焯烫一下 这样这一道菜的所有原料就都处理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主角怎么给它搁在一块啊 这个汤烤得差不多了 顺老师你帮我放一点调料吧 我帮您放点调料 给您打下手 放多少盐 半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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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把火关掉 在出锅之前我们再放一点味精 可以 我们将整鱼捞出 然后分别把蛤蜊菜心和火腿 马在鲫鱼周围 最后浇上已经熬成白色的鱼汤 这道汤鲜肉嫩的蛤蜊窜鲫鱼 就完成了 好 我们的贺岁大菜 蛤蜊窜鲫鱼 在我们王总导演 王大徒的精心调理之下 已经隆重登场了 究竟它的调房会怎么样 我们要请我们的美食鉴定团 来展快的鉴定一下 它用油少 而且它的这种 对于鲫鱼的营养保存的非常好 我们还可以既吃肉又喝汤 我想这道菜是非常适合大家 劫后进行自我调理的 我想在这里祝愿各位 在新的一年当中 能够把自己的胃 自己的身体 还有自己的健康 交给我们自己来打理 那么今天非常的感谢王师傅 带给我们这样一道健康的美味佳肴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来自西部的王小蕾 将给大家带来一道 同样也是适合您 劫后调理的一道菜 叫碧波白玉 王师傅 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再见吧 再见